敲门的猛虎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大山周围村子里的人大都以狩猎为生 而阿元却不忍伤害生灵 他选择了砍柴采药为生 你看啊,阿元又在砍柴 是啊,他的父亲跟我们一样都靠狩猎为生 可是他却宁可受苦受累 砍柴采药来卖为生,也不愿打猎 真是奇怪 阿元,你看砍柴多累啊 还是和我们一起上山打猎吧 我们随便打中点什么猎物 就够你忙好几天了 是啊,阿元,打猎多简单呀 把捕树甲往草丛里一埋 然后就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多简单省力又轻松啊 是啊,你们打猎赚钱是比我砍柴轻松 但是让我花那些用生灵性命换来的钱 我实在不忍心 好吧,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出苦力吧 我们可要去打猎了 阿元的想法真是奇怪啊 是啊,在他眼里 所有的生灵都像我们人一样 又有感情又有灵性 他真是一个怪人的 两人说着又转身朝正在砍柴的阿元看去 阿元擦了擦额头的汗后 坐在了一棵树下 他拿出一些食物来吃 这时候一些松鼠野兔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 他们竟然一点都不害怕阿元 正缓缓地朝阿元身边聚过来 来来来,我这边有好吃的食物 可以给你们吃的 好吃吧 下次若还要吃,再来找我的 哎呀,你快看啊 那些动物竟然不怕阿元 要是我们又有这种能耐 该有多好啊 那样的话,我们捕猎起来 可就轻松多了 我们身上的杀气太重了 那些动物是不会毫无顾忌地靠近我们的 走吧,我们去打我们的猎吧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阿元爱护动物 甚至于山林里的动物 似乎也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每当他们受伤或遇到困难时 总会来到阿元的家那里寻求帮助 小家伙儿,没事了 你腿上的伤过不了几天就会痊愈的 不知道我们今天设在山林里的陷阱 是否会有所收获呢 最近有听村里其他猎人说 经常看到猛兽的脚印出现在山林里 应该是一只老虎 你说我们要是能抓到那只老虎的话 我们一整年的开销就不用担心了 哎,别想了 我们的陷阱太简单了 哪里能抓到老虎啊 顶多也只能将它弄伤罢了 还是期望那陷阱抓到一两只小动物 才实际的 以后你可要小心那些人哦 如果让他们看到你的话 可是会伤害你的 好了,快回去吧 天色马上就要黑了 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麻烦 就尽管来找我好了 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 怎么有声音呢 难道是小偷 外面的朋友 我家里可没有什么钱 如果你是饿了的话 你到旁边厨房里去吧 那里还有几个馒头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会是小偷来了吗 来了来了 不要挠门了 我这就来开门 阿元说着便从床上走了下来 他打开房门 突然看到一只大老虎站立在门前 接着这只大老虎闯进了屋子 啊,老虎 他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结果脚一软 他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老虎看着阿元发出一声吼叫 然后继续朝阿元走了过去 完了 看来我今天是死定了 老虎走到了阿元的面前 他一边从喉咙里 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的声音 一边仔细地看着阿元 阿元只感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直扑鼻孔 他知道老虎就在自己面前 只要这只老虎一伸爪子 就算是一只强壮水牛 也能抓出一个窟窿来 可是过了许久 这只老虎竟然没有发起攻击 老虎 你 你是要吃我吗 哦 我明白了 老虎 你不是来吃我的 而是有事来找我啊 哎呀 这是一根铁刺啊 扎得好深啊 老虎 你这是踩中了猎人的陷阱啊 多亏你体型庞大 要是普通小动物 可就没有办法逃跑的 阿元将手慢慢地伸上前去 然后一下子捏住了 露在手掌外面的铁刺 顺势猛地一拔 一根铁刺带着血被拔了出来 老虎痛得大吼一声 整个屋子都随着老虎的吼叫声 颤抖了起来 阿元吓得急忙趴在地上 抱住自己的脑袋 老虎一转身 飞快地冲出了屋子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梦 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 差点魂都被吓跑了 哎 昨天晚上 你们有没有听到老虎的叫声啊 怎么没有听到 那声音好响啊 真是吓人 你们说会不会是那只老虎 中了你们昨天不下的陷阱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今天可就能抓到一只大老虎了 不可能的 我们的陷阱只能捕捉小动物还行 要说抓一只大老虎 那想都别想 哎阿元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老虎的叫声啊 阿元家就住在山上 他一定听得比我们清楚 阿元 你有没有吓到躲进被子里啊 我不但听到了那只老虎的叫声 我还看到它了呢 啊 你还看到了那只老虎 你在哪里看到的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 昨晚那只老虎跑到了我的家里 它的前掌扎进去了一根铁刺 所以它跑来找我帮忙取出来 阿元 你在说梦话吧 老虎跑到了你家 那它还没把你吃了 是啊 阿元 你平时里说动物通人性 我们姑且还有点相信 可是今天你说老虎都跑到你家里寻求帮助 这可是说的有点天方夜谭 胡扯一通的 是啊 阿元 老虎可是嗜血成性的 怎么可能通人性啊 阿元 别说梦话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嘛 好了好了 我们知道了 你说的是真的 老虎 老虎跑到家里找他帮忙 真是亏阿元想得出来这样的剧情来糊弄我们 可不是嘛 实在太离谱了 我看他想那些动物可能是想疯了才会这样说的 没有人相信阿元的话 但阿元也并不在意 他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谁知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阿元在打开庭院门时 发现门口放着一个大灵芝 啊 怎么会有灵芝呢 是谁放在这儿的 这个灵芝是老虎叼来的 这么说来一定是那只老虎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我啊 隔三插五 阿元的门前便会出现一些名贵的灵芝和药材 而阿元便将这些灵芝和药材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过生活 哎呀 阿元 你这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大灵芝啊 这样大的灵芝只有在深山里才能找到 阿元你不会跑到深山里了吧 那可是很危险的 要知道深山里面有很多猛兽 不是的这个灵芝可不是我采来的 不是你采来的 那她是从哪里来的 阿元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两人听后瞪大了眼睛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虎跑到你家里寻求帮助已经很离奇了 她竟然还会带着礼物来报恩 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对呀 我活到了这个岁数 都还没有听过这么神奇的事情 今天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 这件奇怪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 当村子里的猎人们确信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后 便打起了那只老虎的主意 真是没有想到 阿元说的事情竟然是真的 是啊 这小子最近又得到了不少大灵芝 赚了不少钱呢 这都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说我们这些猎人太没用了 一见到真正的猛兽 只有逃跑的份 还不如阿元的胆子大 对呀 而且阿元把这件事传得人人都知道 大家甚至都开始相信 动物是有灵性了 还说我们猎人太残忍了 好了 不要说了 你们想想 要如何能挽回我们猎人的声誉 并大赚一笔呢 当然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如果我们捕获到那只老虎的话 不就可以寄赢的声誉 又能大赚一笔吗 捕获老虎 老虎哪能那么容易捕获 更何况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在哪里 那只老虎不是知道报恩吗 那我们就躲在阿元家附近 等老虎出现 我们就将它猎杀 对呀 这主意不错 我们就这样做 不行 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阿元 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哎呀 当然了 阿元 那只老虎有情有义 我实在不忍看到 它被猎人们捕获 所以就特意来告诉你 希望你能救它 嗯 这几天 那只老虎应该又会送灵芝来 不行 我得提前去拦住它 从那天起 猎人们每天晚上都会埋伏在阿元家周围 而阿元则在傍晚时分来到山林 通往他家的那条必经之路上 等待着老虎 都两天晚上了 那只老虎也该来了吧 阿元话音刚落 只听一阵风响 一只老虎叼着一个大灵芝 从山林里跑了出来 突然 他感觉到了草丛里有人 于是一下子站住了 然后虎视眈眈的盯着草丛 老虎 老虎 是我 老虎 谢谢你这些天送我的东西 以后不要再送了 老虎 你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猎人们正打你的主意呢 希望抓你去卖掉 大赚一笔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等你 就是要通知你 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里 以免遭到他们伤害的 你们回去吧 那只老虎以后是不会再来这里了 你怎么知道老虎不会再来了 莫菲 你让那只老虎 跑进了深山里 没错 你们在这里等了它两个晚上 我也在山林里 等了它两个晚上 啊 你为了救那只老虎 竟然在山林里等了它两个晚上 为了一只野兽 你就不怕自己在山林里出现意外吗 老虎虽然是猛兽 但是却懂得知恩图报 而你们呢 竟然利用老虎报恩的心 想要猎杀它 你们和老虎 不知道谁才是野兽的 阿元推开门 走进屋子里 猎杀人们都愣在了那里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 此时身上的猎枪不由自主地掉落到地上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